大家好 我是George 游时期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事情模式的课程 我们先回顾一下PPT 好的 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 单力模式的进阶 单力模式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说 线程安全问题 那么我们上次介绍了两种单力模式 分别是 俄汉式跟懒汉式 那俄汉式的优点呢 它就是线程安全 因为它的创建是依赖JVM的load 但是它的缺点呢 就是过早浪费资源 那俄汉式呢 就是说它使用的时候才创建 它节约资源 但它问题就是说 如果是遇到多线程去创建的话 那么它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代价 好的 那我们 还是回代码跟大家演示一下 好的 我们打开Eclipse 好的 我们回到上一讲的代码 这时候我们要测试多线程的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创建一个限制 对吧 那我们就在这里先 New一个thread 好的 我们执行 用一个runable来执行 那这个run里面呢 我们就执行一个 还是跟上次一样的代码 去get一下instance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去把它 把这个starts起来 对吧 那相当于说我们 在main开始的时候 我们起一个县程 去取hungary的getinstance 相当于是俄汉式的getinstance 然后完了之后 马上我们在主编程 去做一个getinstance 对吧 那我们在hungary这个地方 为了保证它一定被 在这个函数的时候 被同时掉 比如说我们加一个sleep sleep 那我们就sleep3秒好了 加上trycatch 好的 同样的 那我们 在懒汉式的这个地方 也去加一个sleep 对吧 然后我们去catch真正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先执行一次 这个儿汉式的看会怎样 好的 他们都不要用到这个方法 对吧 然后最后 分别执行的结果 还是一样 说明 儿汉式的这种方式 它一定是现成安全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换成 乱汉式的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对吧 我们同时去 把乱汉式的instance get出来 我们看会怎样 现在执行一遍 对吧 清楚 好的 执行 好 乱汉式的同时掉到getinstance了 诶 我们发现 他们分别被创建了之后 它明显是不一样的两个 实例 对吧 那就和我们的目标背道而驰了 对吧 我们是单例嘛 永远都只能有一个实例 这时候 可能我们对它一个简单的改造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加一个synchronize 这个关键字 对吧 大家都很容易知道synchronize 就是一个同步 就是说 不管谁来调用的吧 只要有一个人在用 另外一个人在等 他执行完毕了 才能再执行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只加一个关键字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效果呢 同样的 我们还是 对lazy进行个getinstance 可以看到 明显看到效果不一样了 对吧 第一个getinstance掉的时候 其实就第二个没有打印出来 其实它就被卡住了 相当于说 第一个getinstance一定要完成之后 第二个才能被执行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两个实力 是相同的了 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个时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懒看式的 这种方式每次都要加synchronize的话 大家知道 同步是要消耗很大代价的 这样会导致如果说我们在一个程序里面 有很多地方去getinstance 它都会需要做一个同步处理的话 它其实效率很低 所以为了克服这个 synchronize带来的 效率的负面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提出了另外一种方式 叫做双重检测锁机制 好的 那我们就写一下双重检测锁机制 那这样一个class single time double check 同样的 它是有一个私有的 勾搭方法 我们在各的方法里还是做一个打印 我们直接取类名好了 对吧 好的 当然它也必须要有一个静态的 成员 single time 对吧 对吧 默认词是lar 这个时候呢 就到了getinstance这个方法 getinstance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需要 返回 一个这个single time 那这个创建呢 我们要做双重检测 首先 我们先判断一下 它是否为空 对吧 如果为空了 那么我们就去 获取一个锁 这个锁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 我们就用这class自己 来做使用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 再次去做一个 派空处理 这个时候如果还会空的话 那么我们就 创建一个机器 这就是双检测的机器 跟刚刚有什么不同呢 刚刚是说 我们一开始 对吧 我们就去检测它是否为空 如果为空 它就去new 那这个问题就是出在 说当 两个线程同时 过了这个if 这句话之后 那么 其实它就会被 重新复制一次 这个话会被指定两次 那double check 它就解决这个问题 它就说 如果我为空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再去加锁 加锁的话 保证后面的这个部分 只有一个人执行 然后完了之后再出来之后 再返回这个 实力 对吧 再相当于说是 两个线程可以同时进这个点 但是两个线程其实是 不能同时进这个点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还是加一个 sleep 所以大家也试一下 看是不是 如我们所说的 对吧 还是加上sleep 就是说如果它 两个线程真的能同时进到这个点 的话 那么它也会是两个不同的实力 对吧 但这个时候呢 反正需要大家需要注意 这个地方需要加一个关键字 voluntiles 才能保证它的正常执行 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执行一遍再跟大家解释 好的 这时候我们就去 check一下这个doublecheck 看是否是我们所说的这样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明显看到 这个doublecheck 它是只执行的一次的 对吧 这个创建是只执行的一次 即使我们加上sleep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为什么要加上voluntiles呢 voluntiles这个关键字 它主要的作用是说 保证它对应的这个变量 不会被编译器所改变它的执行顺序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因为new 这个 这个操作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原子操作 它相当于说是 它有可能是 先 给这个 single time 给一个地址 但是不真正的分配一个空间 然后再执行分配空间 它其实可能是 两到三步的动作 那这个派断的话 就有可能不准确 就说它这个new 这个过程没有完全执行完 执行了一半 然后这个意思又进来了 那么导致的问题就是说 还是跟刚刚 lazy同样的问题 会导致它说 它也是两个不同的 最终是两个不同的对象 所以说就要加上voluntile 这个关键词 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更详细的问题 可能大家需要去 参考一下 网上其他的说明 更复杂的 我就不在这里做解释了 好的 其实这样的话呢 也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voluntile 它的效率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因为它相当于 它每次都必须去重新做一个 真正的内存取值 不能说它通过 寄存器 或者其他方式去缓存 另外的话这个地方有锁的话 始终也是会带来一些额外的效率问题的 那么现在就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holder的方式 来创建singletown 那么我们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singletownholder 好的 singletownholder这种方式是怎么做的呢 同样的 它首先它有一个 一个private的勾断函数对吧 这个时候呢 它的instance 它并不是放在 我们当前这个类里面 那么我们需要创建一个holder类 是一个静态的private的holder类 那这个holder类里面呢 它去放一个 我们要的这一个 静态的实例 是吧 我们由这个 静态的类不类holder 来创建这个实例 然后我们在 getinstance的方法 这个里面呢 这个里面呢 我们去返回一个这个holder 的instance 这种方式呢 就可以解决 刚刚我们说的问题 首先它也是 因为它是一个静态内部类 那静态内部类 去直接在它这个类加载 来说去创建 那么就克服了我们刚刚讲的 多线程同时访问的问题 因为它是由加瓦虚拟机去创建 所以它一定保证它是单线程访问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的说 过早的创建嘛 我们这个 Orhans就是过好 过早创建 那它呢 其实又结合了 两hans的优点 就是说 它这个内部类加载时间 是在我们 使用到这个内部类的时候 它才会去真正的去加载 所以说 我们可以去再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们这个地方做个打印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同样的 做一个sleep 跟大家演示一下 它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写法 好 加上Track Hatch 好的 那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把这个地方换成 single time holder的这种方式 还是多线程去访问它 然后我们可以 注意看一下它的创建时间 看是否正常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哎 它是一定是只创建一个 然后完了之后 最后访问的是一样的 对吧 同时去掉 get instance 然后它就会 再回去被创建 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加一个打印 然后来 再跟大家验证一下 它的创建时间 是否正常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是首先掉了 get instance 然后再创建 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们调用这个 get instance 这个方法的时候 那么系统 会发现说 我们需要使用这个 内部类 那么这个时候 调用了它的 这个构造方法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函数 被调用了 对吧 这个函数被调用的意思 其实就是说 这个类被加载了 所以说其实说 内部的 Standic类 它也是被延迟加载的 所以说就达到了 我们既达到 恶寒式 也达到 蓝盘式的 双红目的 这就是我推荐给大家 最终极的 单力模式的写法 那么就是我们的 内部类holder的方式 好的 我们回到 PPT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三种 单力模式的 线程安全 第一种是 Synchronize的方法 第二种是 双红检测 锁的方法 最后一种 内部类holder的方法 建议大家使用最后这种方式 好的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